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短棒不一样的用法 大部分我们知道的短棒啊 都是这么劈、扫、这么打 那么其实它还有很多更实用的用法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五六百长的短棒甩棍 我们怎么去用 正常的用法啊 大家都知道 如果它过来打我了 我直接啪啪 当成手臂的延长 那么其实还可以怎么办呢 比如说它抓住我的情况下 我可以用这个呢 怎么办啊 这样掏过来 给对方的手锁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方的手腕就会特别疼痛 我就可以把它放爬一下 这是一个锁计的用法 那么同样啊 如果说在背后 把对方的脖子给锁住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还可以怎么办呢 如果说对方把我给抱住的情况下 我可以迅速的用我的这个地方 去各对方的这个手臂手臂的地方 对方会特别疼痛 那么我就可以快速逃跑了 还可以怎么办呢 如果我在打对方的瞬间 对方直接冲过来 把我给抱住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可以迅速的用这个头的位置 砰砰去戳击对方 然后呢 我再迅速逃跑 用短棒攻击的时候 千万不要像长棍一样 我这样去刺 这个的话 杀伤力是很小的 对吧 尽量的是我们劈扫 然后呢 用后边我们可以这样去戳 或者呢 用它锁记脚的方式去对付对方 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是什么呢 这个武器 它短也好 重也好 轻也好 或者长也好 一定是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个优势 比如说它短 那么我们就不要像长棍一样 主要是刺来控制距离 来去戳击对方 它短小我们主要就是打它一个轻便 打它一个隐蔽 比如说啊 我揣在兜里边 这个东西我完全可以揣在兜里边 对方看不见 那么对方过来要打我的时候 我突然间 直接我就把对方给出其不意的打到了 或者怎么样啊 我直接给它放在腿这块 对方过来抓我了 然后我直接压它 或者直接锁它 也是很不错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比长棍要方便的很多的地方 作为我们小短棒的一个优势 那么短小的棍子呢 我们戴在身上也是非常的便捷 不像我们大长棍子 戴在身上很不方便 让别人一看呢 以为就是去打架兜的一样 穿这样一个小小的棍子 我们是很方便 很便捷的 今天呢 我们来讲一下长棍 我们它可以有什么更实用的街头实战技巧 那么区别于短棍啊 长棍我们主要用什么啊 以前也讲过 用刺的方法 这个是短棍所不具备的 前手作为一个这个拖架一样的东西 那么后手呢 我们主要用来发力 这样去刺对方 如果对方要过来出拳打我 我可以刺 对吧 这样去刺的方法 那么对方呢 也不容易把这个棍子抓到 这个是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么一旦啊 对方比如说穿的比较多 或者把这一下给避过去了 他一下冲过来了 那么我可以啊 碰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把 缩过来 然后用我的这一面去打他 这个呢 是一个反手的 这么用把打的一个小技巧 这样打 或者呢 他在冲过来的过程之中 我要迅速的抽回来 用短的这一侧去戳击对方 也是反手向前戳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靠刺去控制距离 如果离近了 我们可以反手打 或者反手戳 靠这样的技巧 去应对街头的一些小危险 那么在电视剧 影视剧中我们看到了 这个轮啊 这个向下劈啊 这样的打 其实呢 在我们日常的街头实战之中 就算两个人把你围住了 你这样去拿棍子打对方 也是很难用到的 那么在现在的街头之中呢 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这种长棍了 基本上你减快钻头都难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有条件的话 在对方手持器械 比如说匕首短棒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条件能拿着一根长棍的话 这样去对付坏人 我们去防身脱身的话 胜算还是比你徒手要大的很多的 永远你就记住控制距离 控制距离 那么一旦他离近了 我就可以塑把 然后打 打 或者呢 打完之后 我反手戳 用这样的方法 而不是我们一味的这么去轮去扫 要比这使用的多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 短棒的技技技巧 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交流讨论 我是武术教练小易 喜欢的朋友呢 别忘了点赞和评论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